郭希腊 大家好 郭希腊 同志 郭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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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 我是藏小龙 非常感谢大家 一大早来到广州 参加我们的微星公开课 我看到一片手机 好像都是白色的 今天早上天气特别好 我很少看有这么早 能够出来参加这样一个会议 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平常参加会议特别少 但是对于公开课 然后我记得我去年是第一次露面 并且在公开课里面 去年的差不多这样一个时候 也当时宣布了说我们的一个 哈喽 大家好 占用大家几秒钟 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 我已经公布上千位网友 通过健康的方法 成功减肥 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 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2斤 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 在不节食不运动的情况下 两个月瘦了29斤 这个是佳佳 现在已经瘦了24斤 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 一个月瘦了19斤 想减肥的朋友可以加一一的微信 AC5214 进入微信AC5214 现在评加一一为好友 还有机会获得一一为您量身定制的减肥计划 要启动并且准备投入到供充号之外的一个新的一种服务的形态里面去 然后今年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问我说 要不要今年继续来参加公开课 来给大家做一些 对于去年说的英文号的一些新的进展的介绍 我其实也想了很久 最终我觉得 作为对去年的一个回忆 我其实内心里面是非常的激动 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微信的历史也知道 就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 我们很少会把一个还没有做的一个功能 或者说一种产品形态 预先对YG来透露 我们一般都是说 我们先做好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去发布它 给用户带来惊喜 那去年的应用号 也就是现在的小程序 是这里面比较一个特别的一次 就是我们提前就对YG来说了 这几天我在准备这一次的 讲话的内容的时候 我还专门翻看了一下相册 然后找到了一张特别珍贵的照片 那一张照片是在大约一年前的时候拍的 然后是我跟一些同事 我们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大家讨讨论小程序 或者说当时叫应用号 讨论的兴高采烈 然后非常的激动 然后 我说我们拍一张照片 来做一个留恋吧 然后一连过去了 就真的是在前几天 翻到这一张照片的时候 然后发现 挺有感触的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要看一下这一张照片 我们看一下 如果大家仔细编认的话 可以看到照片上还有几个字 能看得清楚吗 上面写了应用号 然后后面有个日期 2016年1月9号 底下还有三个字 可能模糊一点 叫启冬日 刚好到今天的话 应该是离这样一个启冬日 只有几天的时间 所以这个照片上的人 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陌生 对我来说很熟悉 并且是特别亲切 我特别感谢这个照片上的这些人 以及他们背后的一个团队 我们从这一天 我们定下了一个启冬日到现在 我们头一次把我们要做的事情 先对外做了个预告 然后我们在一年以后 来报告我们的一年的努力的结果 我记得这一个晚上 其实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就是说 我们当时其实 是从在讨论 订阅号和服务号的关系的时候 然后大家一直在想 其实我们很早以前也在想 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一种形态 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一种订阅号 或者说公众号这样一个基础上 不应该只是提供一种订阅能力 一种推送能力 而是应该说 我们更多的应该提供一种新的能力 这种新的能力 是一种更加像一种 一种应用程序的一种能力 所以当天晚上我记得 我们是有一个开发的一个小伙子 拿了一个它开发的一些接口的demo 说其实我们在开发上 你看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基础的接口 是可以做出来的 然后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灵感 就是说 既然我们在这样一些接口上 我们能做出来 那么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更加复杂的接口 那通过更加复杂的接口 可以实现到一个基本的应用程序 所需要的一些基本元素 然后沿这个思路一想的话 我们觉得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就不再纠结于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扩充公众号 去把它变成一个 有更强大功能的一个公众号 而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跳开公众号 我们去做一个新的一种应用的形态 这就是我们今天 我待会会跟大家来介绍的小程序 那在小程序之前 其实我很愿意用这个时间 解释一下 去年的时候 当时也是在公开课 然后当时我提出了一个理念 这个理念 后来我也发现很多的人说 看了以后觉得不太能够理解 我愿意花几分钟来重新来 解释一下这个理念 我当时说 一个好的软件 或者一个好的工具 应该是让用户用完即走的 那我后来发现很多朋友 包括一些业内人士 都会来笑话我们说 哎呀 因为微信有足够多的用户 有足够强大的用户链信 所以你们可以这样说 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产品来说 大家会认为说 怎么样链住用户 怎么样让用户不要离开 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那我想 这里可能大家对于用完即走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理解 或者说误解吧 在我看过来 其实这里是有个很简单的逻辑 这个逻辑可以推理出这样一个结果 那这个逻辑是这样子 我认为任何一个工具 都是帮助用户提高它的效率 用最高效率的方法 去完成它的任务 这是工具的目的 工具的使命 那卫星也是一个工具 所以卫星的目的 也是帮助用户 用最高效的方法 去完成它的任务 那什么是最高效的方法 最高效的方法就是 用最短的时间 最短最短的时间 去完成任务 那也就是说 一旦用户完成了它的任务 它就应该去做别的事情 那么它就不会再 停留在这一个产品里面 那这就是用完即走的含义 在有一次我对我们公司的 毕业生的一个培训里面 有一个毕业生问我说 他说 卫星的战略是什么 我当时只是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卫星是一个工具 我们应当想 如何做好这样一个工具 那可能 我们的一些同事会也不太理解 说它仅仅是一个工具吗 因为在同事们的眼里面 卫星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或者说 大家想的并不是说 卫星是一个工具 而是说卫星是一个平台 但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认为 卫星是一个工具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 我并不认为说 一个工具是一个很低层面的东西 事实上 人类进化到 从原始人进化到 智能人类的这个过程 就是因为人会制造工具 我们所用的绝大部分的产品 本质上来说都是工具 但是工具有好坏之分 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其实是难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平台 我会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那对于好的工具来说 它就是应该有一个很强的属性 就是提高效率 用完几种 所以这个理念 其实会贯穿在 我们的产品的每一个点里面 那 那举一个例子会 举一个例子 最近很多的一些评论 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同事 包括我们前不久开一支内部会议 我们的创始人之一 Tony 也跟我们说 其实微信团队 保持了一种很克制的心态 来做事情 那很多人也认为 我们在微信这样一个产品里面 很克制 但其实我当时 听到这样的评论 我其实是觉得 有一点点惊讶的 因为 克制这个词 从来没有在我的脑袋里面出现过 因为如果说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要求自己 很克制的话 那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那是一种 说 自我压制 这样一种行为 但是 我并不认为 我们在 做这样的一些决定的时候 我们要自我压制 或者说自我的 切割掉很多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是我认为 相反的 我们是在做很多很多决定的时候 反而想的是说 去判断什么样的东西是最合理的 合理性才是这里面要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会舍弃掉很多很多 本来想要做后来发现做不好的事情 这种舍弃并不是因为说 我们很克制 所以我们努力做到 我们少做一点 并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我们发现有很多事情 我们做不好 或者说有很多决定 它一开头是错的 或者说很多的想法 最后验证 可能还是行不通的 那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硬要去做这样一些事情 那么它是不合理的 那么会把它舍弃掉 而不是说我们基于一个 我们就是要克制这样一个目的来做 所以 我们希望在 卫星以及卫星相关的 别的产品里面 我们希望的是说 我们不管是添加什么样的东西进去 我们都希望 它展现个用户的 是对人会有价值的 是他所需要的东西 那用完基础会体现在 卫星产品的方方面面 它意味着 我们尽可能地去 帮助用户提高它的效率 去缩短它 完成同样一个任务 所需要的时间 并且努力地不去 用一些无谓的功能 去消耗它的时间 我们待会会有一个 卫星的一个白皮书 大家从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 卫星用户在卫星里面耗费的时间 是特别多的 那这种时间对我们来说 从来不是我们的一个考量对象 从来不是变成说 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因为卫星在里面耗了多少时间 是应该 用户从他自己 在里面能够处理多少事情 来决定的 而不是说 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地 让他耗费更多的时间在里面 那包括卫星里面 你会看到 他有很多很多 看起来表现上很克制的地方 那本质上来说 其实是我们并不想 去拖延用户 完成他的任务 所需要的时间 而只是帮助他 只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从这一个理念背后 我们其实会有 特别多的一些隐身出来 以至于卫星会成为 大家所看到的卫星的样子 那从这里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很多的同事也在问我们说 我们今年的春节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红包活动 那其实在内部 我经常跟大家说 卫星作为一个工具 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 节日性的运营活动 尽可能地少才对 因为工具本身 是一个日常所使用的 不应该说因为节日 而作为一些变动 我们在前两年 我们做了红包的活动 当时摇摇红包很多人用 这个是对应于说 在卫星支付刚起步的时候 通过春节的红包 它带动了更多的人 能够很快地 进入到卫星红包的使用里面 然后今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想 其实我们今年 不一定要再去做 类似这样的活动 那关于微信摇红包 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们今年可能会 在微信里面不再有 这样的春节红包活动 那 对我们团队来说 我觉得大家反而会更加地轻松 因为 因为 我们也觉得用户在过年的时候 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跟家里人相处 可能也会很开心 那 这样的一些点 其实在微信里面 你会发现有很多 就是说 有我们的一个 基础的一些产品体验的理念 再引申出来 我们 是如何去帮助我们做决定 就像上次在公安课里面讲的一样 我们对于公众平台 我们甚至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中型化的入口 来给用户推荐 他说你该订阅什么样的东西 那 我相信 我们的 产品里面有无数这样的地方 在很多用户看过来 可能甚至 会很奇怪 或者说在一些 很少量的用户看过来 会觉得完全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但是 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去 满足所有人的 所有的需求 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取舍 而这个取舍之间 我们希望更多的是 遵循我们自己的一些 产品的理念 来做 来做这样的取舍 那我刚才花几分钟回顾了 用完机走 这样一个产品的理念 那我想现在切入到我们的这一个主题 其实我今天过来 是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于小程序的理解和想法 刚才大家看到这样一张照片的时候 其实 这是团队在 小程序的启动那一天 大家的 当时的状态 但在当时来说 还没有想好这个名字叫小程序 其实也并没有 把小程序做一个 非常完整的定义 大家只是认为说 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应该去提供一种新的服务的形态 但是愿意把它公布出来 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 其他的想法 因为我希望 我们把它宣布出来以后 给团队更大的一个压力感 既然我们都已经宣布了 那我们一定要去努力做好这个事情 那在这个一年的过程里面 我们又做了很多很多次的 碰撞和思考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小程序慢慢地 找到了它的定位 找到了它自己的形态 具体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但是因为之前 我们只是做了小程序的内侧 但是从来没有对外界解释过 小程序到底是什么 以及它应该去怎么样的使用 所以今天我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来比较完整地阐述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小程序的 我自己也特别兴奋在这样一个时间来 讲述关于小程序的故事 因为 因为我自己对我过去的这个 经历比较了解的人可能会知道 我其实在之前花了很多年时间去写程序 我并且认为自己是一个程序员 所以我一直认为 做程序员的那一段时间 特别的宝贵 因为 因为当你做一个程序的时候 其实你是进入到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 你用一种程序的语言 你去可以在一个蓄理的世界里面去 构造一个 一个完全蓄理化的一个产品出来 我相信很多的程序员都会有一个梦想 说我们除了自己去写一个程序 我们能不能再去写一个可以运行程序的程序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通常来说可以运行程序的程序 它通常意味着是一个操作系统 但我并不认为我们有能力去做一个操作系统 但是我们可以有机会 在某一种程度上 做到一个可以运行程序的程序 那对于一个程序员来说 他会觉得非常的自豪和非常的兴奋 我今天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 在说小程序之前 我想先回顾一下PC的发展的历程 可能因为我年纪稍微大一点 所以经历过PC从最早的PC的时代 一直到互联网的时代 然后再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在我最早用的PC可能是8086这样的机器 还不能联网 在那个时候跑的操作系统 还是DOS这样一个时代 然后是Windows 都处于一种不能联网的单个的PC时代 但那个时候的应用程序 是需要你用一个软庞或者光庞去安装好 然后它只能自己跑 然后跟外界是没有交互的 因为没有网络 那在那个时候的应用程序 都是叫做单机程序 就像单机游戏一样的 然后有了互联网以后 我们进入到一个互联网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在互联网里面 我们发现应用程序的定义 有了某一种变化 但是本质上来说 它还是跟单机时代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是以一种程序 一种代码的载体的形式 展现出来 只不过每一个程序 它有了一种可以访问网络的能力 但是在互联网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特别伟大的一个发明 就是 3W World Wide Web的一个 协议的一个出现 使得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 非常非常巨大量的一个网站 而这些网站是可以 可以在网络上被任何人可以访问得到 那么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种情况 说我们可以去写一个 基于网络的一个应用程序 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站去提供服务 那大家都非常熟悉在 在PC互联网的网站时代 这一段历史 因为几乎我们用的最多的工具是浏览器 然后我们访问的大部分的服务 其实是来自于浏览器里面的各个网站 所提供的服务 然后在几年以前 我们开始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对于电脑的使用方法和场景 又发生了变化 在PC互联网时代 我记得是很多的人 特别是上一代的人 他们可能因为输入法这样一个障碍 其实是没有办法使用电脑的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通过手机 使得整个互联网的用户量 其实是比以前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那智能手就认为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一个出现 非常伟大的出现 因为其实它的功能 比当时的PCG要更强 但是它使得每个人都能够使用 所以使得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手机去 接触到互联网 那这个时候人们的 访问网络的服务的方式 其实更多的从一个PC段的应用程序 过渡到一种网页的形态 那在这里我想 展望一下 在移动互联网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 一种形态 就是大家在使用网络 会用什么样的设备去使用网络 或者说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访问网络的服务 我想这个可能非常难想 我个人会从脑袋里面会浮现出一些场景出来 就是智能手机之后 有可能是一种 一种类似于眼镜这样的设备 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设备 那当眼镜变得非常非常的智能化的时候 可能整个PC或者电脑的系统 会藏在一个眼镜里面 它的屏幕可能比我们现在的手机屏幕还要大 甚至比PC的屏幕还要大 因为可能是十年以后了 十年以后的技术 可能已经可以做到把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屏幕投影到我们的死网膜里面 以致我们通过眼镜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完整屏幕 那日常我们可能就戴着这样一个眼镜到处跑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眼镜里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在运行 那当我想到这样一个十年以后的场景的时候 我会想那个时候的这个眼镜背后的系统 它的应用程序的使用方式 应该跟现在不太一样了 我对它的期望是什么呢 我更加希望的是 眼镜里面不要再给我一些 安装应用程序 这样的一些过程 因为那个是很不自然很不方便的 我更加希望的是 我的眼镜看到哪里 那么相关的应用程序就在哪里 举个例子 假如我看到房间里面的一盏灯 然后我想去控制它 我想让这一个灯关掉或者打开 但我透过这样一个很智能的眼镜 看到这一盏灯的时候 我会希望在那个灯的上方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AR的技术 会出现一个虚拟的一个开关 然后我甚至可以用眼睛去控制这样一个开关 那么那一个开关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其实是出现在一个真实的物体上面的 一个应用程序 当我看到这一盏灯的时候 它的开关这样一个应用程序就自动出现了 那同样的 你可以想象非常非常多的场景 当你走到一个公园的门口的时候 可能你自动的公园门口会出现 它的公园的门票的一个应用程序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任何的一个 你的眼睛能看到的实物的时候 这个实物背后的信息 或者说这个实物背后的应用程序 都会自动浮现出来 然后你通过眼镜或者别的一些方法 去控制这样一个应用程序 去启动它 去运行它 你看到了一个公园门口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门票系统 你就可以去到里面购票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会发现 我们想象在这样一个虚拟的 未来的一个智能的眼镜里面 你会发现应用程序 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态 跟我们现在在手机里面的应用程序 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种 一种真正的 所见即所得的一种形态 我说的所见即所得 不同于我们在PC时代 我们在画图 或者UI上说的所见即所得 而是说 我们看到的 任何具体的一些事物 它就包含了它的信息 包含了它的 对信息的处理在里面 这是我对于未来的应用程序的 一种形态的希望吧 也就是说 在未来这样一种应用程序的形态里面 我认为 我认为所有的应用程序 应该是一种 一种无处不在 但是又可以随时访问的一种状态 所以 在我们的小程序 在内侧的时候 当时 我给我们的公官写了一个 一段文字 说 什么是小程序 但我 我现在把它 可能有些人 因为我当时在朋友圈里面写了 有些人 大部分人是看不到我的朋友圈 那我在这里把它重新练一遍 但我记忆力不太好 所以我要拿手机出来看一下 这个还是去年的手机套 我当时是写了这么一段 说 什么是小程序 小程序是一种 不需要下载 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 它实现了 触手可及的梦想 用户扫一扫 或者收一下 即可打开应用 也体现了 用完即走的理念 用户不用关心 是否安装太多应用的问题 应用将无处不在 随时可用 但又无需 安装卸载 但是我是这么样来定义 什么是小程序 那 在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场景里面 就是未来十年以后的这样一个场景里面 这里其实是体现了 比如说这种智能眼镜时代和 手机时代的一个不同 当然未来是不是智能眼镜时代 我也不确定 我只是这是幻想出来的一个场景 但是这种不同会带来 会带来 应用程序的形式的不同 就像智能手机 相对于PC时代来说 它其实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形式的不同 这个形式并不只是体现了 手机是一个更加浓缩的 可以移动的电脑 形式上来看是这样一个区别 但是本质上来看 就像好多年前 当时我在FUNFO还是在 我不太记得了 在那里写了一句话说 手机是人的 字体的延伸 那PC其实不是 PC是摆在桌上的一个固定的 它真的是一个电脑 你不能说它是你的一个身体 字体的一个延伸 但是我认为智能手机是一个字体的延伸 就像如果我只有两只手 那手机是我的第三只手 或者说是我的手的延伸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 触达一个更大的世界 PC也可以帮助我们 进入到一个更大的虚拟世界 但是手机是跟着你的手走的 所以它是变成了你的一个 家常的手 那它和PC的一个区别是 我们可以对于 手可以触达到的周边的东西 是可以变得有 能够感应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手机里面的应用 会有很多比PC里面的应用 更丰富的一种形态 就像在微信里面 大家可以去摇一摇 但是你在PC时代 你是不能把电脑摇一摇的 那在手机时代 我们可以通过 扫一个I维码 去感应周边 在PC时代 你也没有办法 用一个PC去扫一个I维码 那这是真正的一个含义 就是说手机不同于PC的 一个真正的含义 那我认为在将来的 可能在智能眼镜的 这样一个时代 可能会同样的有这种区别 眼镜会让我们真正做到 所见即所得 就我所看到的东西 你就可以得到 它背后的信息 那是和我们现在 用手触摸到一个东西 去得到它背后的信息 是更加高级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想总结一下 刚才从这个定义里面 可以看出来小程序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在这个定义里面 小程序第一个 它是无需要安装的 我认为这个是对于 现有的应用程序 一个很大的突破 用过Windows的人都知道 Windows有一个 最常用的一个应用 叫做程序管理这样的东西 然后大家花很多的精力 到里面去看哪些程序 占了多大空间 哪些程序应该卸载掉了 哪些程序又可能会出问题等等 在智能手机 大家对这个的管理 变得更加轻量化了 更加轻松了 所以使得很多的 对电脑不熟悉的人 也可以很方便地用智能手机 但是还是存在一个过程 所有的应用程序 都需要你去预先地去下载它 然后安装它 然后你才能使用它 这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是不是我们不需要 这样一个过程 是不是我们可以 对一个应用程序直接使用 而不需要去安装 那小程序的第一个特性是 我们确实可以做到 免去了去下载 再去使用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就直接去使用它 所以无需安装是 是小程序的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特性 第二个在这个定义里面 有一个词叫出手可及 这个词让我想到了 很早以前在 20年以前我看过一本书 是微软的Bill Gates写的一本书 叫他当时写的一本书 叫信息脱手可得 那从这一点上 其实我挺佩服的 挺佩服Bill Gates在那个时候 就是在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本这样的书 可能现在很多人 已经看不到这样一本书了 那他当时认为 互联网会给大家 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信息脱手可得 每当我想到 他这样一本书的时候 我其实特别自豪 因为我们在很多年以后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了 信息脱手可得 那如果说 他的书的英文名叫信息 就在纸件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是在PC时代 其实要做到信息 就在纸件是很难做到的 那只有说 我们手上哪一个手机的时代 我们才有这个机会 让信息就在纸件 那我这里说的 出手可及的意思是 当我们拿着智能手机 去接触到周边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通过手机 可以直接获得信息 就是手边的信息 那我们获得的方式 可能没有未来的 眼镜时代那么智能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对于周边的 一些基本的传感器 比如说 它的摄像图的扫描能力 去和周边产生一个互动 所以 所以这里的 出手可及的意思是 当我们 就像我刚才说的例子 我们看到一盏灯 我们想要去控制它 可能我们 我们只需要用 智能手机去 对着它扫一下 然后这盏灯的 控制的应用程序 就已经启动起来了 在我的手机里面 我就直接去使用它 就可以了 在 卫星也应用在 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博物馆 或者说一些 类似博物馆 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 那 用户可以在 不同的 一些 内容前面 可能扫一下 维码 就可以 或者 当前的这一些 物体的背后的信息 那这都是一种 出手可及 只不过对于 小程序来说 出手可及的意思是 你可以 伸一下锁 用手机去 扫一下它 就可以启动 它的小程序 那这里 定义里面提到的 第三点是 用完机走 所以我开始 花了很大的篇幅 来解释 什么是 用完机走 对于我们 在周边要完成的 一个任务来说 我们需要的是 用完机走 比如说 我们到一个餐馆 我们可能想 排队 或者说 点一下菜 我们并不需要 去下载 这个餐馆的 一个 餐馆的应用程序 我们只需要 在餐馆 扫一下它的 维码 然后就启动了 这个餐馆的 小程序 然后我们可以 立即在 小程序里面 做我们所需要的 排队 或者点唱 这样的事情 那当我做完 这些事情 吃完饭了 我也并不需要 再去 卸载这个 应用程序 我们当它 不存在了 就可以了 我们是一种 真正的用完机组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 小程序的定义里面 我们说 第四点 无需卸载 就刚才说的 你访问过它的服务 你并不需要说 我这里还有一个 程序管理器 再去管理它 我们并不需要 有卸载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里 通过这个四个点 我希望大家 能够看到的是 小程序是一种 看起来它也叫程序 但是它也一种 完全不同于 过去的应用程序 过去的UP 的一个概念出现 它更加类似于 一种更灵活的 应用的一种 一种组织形态 所以在这里 大家可能现在 能够明白一个 一个概念 大家可能知道了 小程序是一种 比我们现有的 所有的UP 更加灵活 更加脱手可得 的一种形态 但可能 还是会想 我们为什么需要 小程序这样一种东西 在我们在 做小程序 或者说当时 叫应用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目的 并不是说 从开发人员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改变一下 应用程序的 存在模式 相反 我们肯定是说 我们要去 满足一个 特定的需求 这个需求 应该是 真实存在的 而不是说 我们只想 变化一下 UP的 存在的方式 那这个需求 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回顾了 PC在这些年的变化 在没有互联网的 个人PC时代 其实 企业是很难够 很难通过 不联网的PC 去提供服务的 那当时 我记得做的最大的 可能是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企业 做了一个 PC机的 里面的一个 类似现在的 Excel的一个 表格的程序 叫 好像叫Lotus ER3 这样的东西 很多人没有听说过 那是最早的一个 表格的一个软件 但是这样的软件 非常的少 因为 绝大多数的企业 没有这个能力 去把他们的 服务 做成一个 PC时代的 一个软件 去提供出来 那 到了有互联网 才改变了 这个局面 那互联网的出现 事实上使得 几乎所有的企业 都可以建立 自己的网站 然后通过网站 把自己的服务 放到网上 可以 让任何 可以上网的人 都可以访问得到 所以在 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 PC互联网的时代里面 其实 改变这个世界的 并不是说有更多的 应用程序出现 而是 有更多的网站 出现了 并且在这一个背景底下 诞生了非常多 很伟大的互联网公司 然后很快 当 移动互联网时代 到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 以前通过网站 提供服务的企业 开始选择说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 手机端的 App 去提供服务 那确实 绝大多数的企业 都做了这样的尝试 他们去做 手机端的App 然后 去推荐用户 去下载他们的App 但是 现状并不是 像这些企业 所想象的那样子 就是说 在手机时代 用户获得了一个 更便利的使用方式 也是更难的使用方式 就是 越来越多的用户 更多的只愿意 每天只使用 那么几个App 而不愿意去 下载 或者使用 很多很多App 那这一点 跟在 PC的互联网时代 很不一样 在PC时代 你打开了电脑以后 你要访问一个网页 你是很快捷的 你可以从一个网页 跳到另外一个网页 那每天 大家在PC前面 花了更多的时间 应该是在浏览器里面 你可以通过浏览器 可以访问 非常多的网页的服务 但是在 智能手机时代 可能包括 在座的每一个人 其实打开 浏览器的频率 会越来越低 大家也不会说 我过去 可能有一天 你要访问 20个网站 你很方便 但是现在你不会 在手机里面说 我要访问 每天要去 打开20个App 或者说 为了访问一个 一个企业的服务 你还要先去下载 这个企业的App 大家已经不会 这样去做了 所以 对于 移动互联网时代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 提出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说 很多企业会发现 他们在 智能手机时代 反而不如像PC的时代 那样子 更方便地 通过一个网站 来解决所有问题 通过一个网站 把自己的服务 帮到线上去 那这也是为什么 公众号出来的时候 很多的企业发现 公众号是一个 可能比他们做App 或者做一个网站 更好的一个方式 来 在 智能手机里面 去把他们的服务 提供给用户 所以 公众号的出现 我觉得 也是让我们 特别高兴的一个事情 因为 当我们去 哪怕一个很小的餐馆 我们也发现 餐馆的门口 有一个爱维码 可以关注它的公众号 里面还可以做一些 基础的一些 操作 那我们觉得 挺高兴的 因为 因为即使在 PC互联网时代 这些餐馆 他们也没有办法说 把他们的 服务帮到网上去 让别人可以访问到 但是 同时我们也看到 公众号的 自己的缺陷所在 就在 公众号 因为它是一种 基于订阅和 推送的一种关系 那么对一个餐馆来说 它更多的精力放在 它怎么样能够 收集到更多的 顾客的名单 成为它的订户 那它的驱动力在于说 它怎么样才能够 每天 给这些 来过餐馆的人 订阅了它的 公众号的人 去推送消息 去发送它的一些 一些促销的 一些信息下去 那 公众号在这里就 变成了 是一个 是一个 客户关系 管理 或者说是一个 消息推送器 这样一个角色 但这个角色 你会发现 跟在PC互联网时代 一个企业 通过一个网站 来提供服务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一个网站 并不能够给用户 推送消息 所以它并不会 骚扰到用户 但是它又能够让 希望能够 获得它的服务的人 可以很方便地 访问到 那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 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 反而对于 大多数的企业来说 他们缺少了一种 有效的一种 载体 甚至还不如PC时代 PC互联网时代 那么方便 通过网站 可以很方便地 把他们的服务 先上化 那这样一种载体 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 有着很强的 一个需求 并且 是市场里面的一个 空白的一个地方 所以 在我们 构思小程序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想 小程序它 存在的一个位置 在哪里 如果对于 这么多的企业来说 他们要把他们的服务 先上化 如果发现自己 在不停地尝试 不同的道路 又去做up 又去做网站 又去做公众号 但是没有一条 是能够很彻底的话 那说明这里是 有新的机会存在 我记得我在 上一次去 深圳机场的时候 我注意看了一下 深圳机场两边的广告牌 然后我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我不知道在座 有没有人注意到 深圳机场的广告牌 它的 每一面广告牌上 都有一个 爱维码 大部分 80%的广告牌吧 然后这个爱维码 是一个微信公众号的爱维码 那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 因为我们回顾一下 在PC互联网时代 那个时候的广告牌 其实一般会印一个 自己的 网站地址 在上面 它是一个标配 那上一次 我在深圳机场 看到的情况 让我自己当然也很高兴 因为公众号的爱维码 变成了一个广告牌 它取代了以前的 一个网址 但是让我稍微 不太高兴的地方在于说 我看到这一面广告 我想了解它的服务 但是 它却要我成为它的一个订户 它让我去 订阅它这个公众号 然后去收到它的 铺市消息 那以前的广告牌 它会贴一个 自己的网址进去 它是希望 用户立即去 它的网站看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服务 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那我认为 一个广告牌 它其实不太应该 在下面 贴上它的一个 用来订阅的一个号 它应该贴的是 一个可以立即展现 它的服务的 一个链接 那这个展现服务的链接 我认为 就是应该 类似于小程序的 这样一种形态 因为看到这个广告的人 并不是说 我要订你的东西 去收到你给我的PUS 而是说 我想体验你的东西 或者说 我想立即去了解你的信息 了解这一个广告 背后的信息 那我认为 这样一个使命 是应该小程序去实现的 就我们每一个信息背后 包括广告牌背后 包含的应该是 一个可以 我去扫一下 立即就 立即就获得它的信息 或者说 立即就启动了 一个小程序 然后就像我以前 我们以前访问 一个网站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通过 一个扫二维码的方式 取代了输入网址 这样一个方式 那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这样一种方式 才是用户所需要的 所以刚才这一通 是我特别想解释一下 就小程序 对于过去的 PC互联网时代 其实它 非常的接近于说 PC互联网时代的一种 网站这样一种服务 但网站这种服务 其实是很不同于 公众号这样一种 订阅形式的 它是一种真正的 直接的一种服务 如果大家去想一下 把小程序 想象成是PC时代的一个网站的话 我相信会帮助大家 更好地理解 什么是小程序 所以当我昨天晚上 在准备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看到了 自己在 我在那个 朋友圈里面 发过一条朋友圈 是 时间挺早的 2012年5月23号 但是 我在朋友圈里发了 这样一条消息 说 PC互联网的入口 在搜索框 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在挨维码 我相信 我的通讯录里面的朋友 现在可以 在我的朋友圈 找到这样一句话 那当时之所以这样想 当时我记得 可能公众号还没有发布 而只是说 我们开始 勾私公众号 这样一种东西 那这个其实反映了 在PC时代 和智能手机时代 一个很大的区别所在 在PC时代 我们刚才说 我们通过网站 来获取服务 那确实我们要去 先找到这个网站 所以搜索框 在当时特别重要 但是 在 智能手机时代 我是认为 我们要获取服务的话 更多的是 跟线下有关 那跟线下有关的服务 其实 以目前的手机的 技术的实现来说 可能通过扫爱维码 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最简易的一种方式 跟周边产生一个联系 并且获取服务 所以爱维码 在微信里面的 重要性一直都很高 从我们添加好友 到订阅公众号等等 它都是微信里面的 一个基础入口 扫一扫也是 微信里面的一个 非常非常基础的功能 扫一扫甚至变成了 卫星区触达周边的一个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式 那刚才 我们通过从 PC到互联网 到智能手机时代的一个回顾 以及企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提供服务的一个回顾 来看到小程序 对应于过去 它是一个 比如说互联网时代 它其实很对应于 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网站服务 只不过 它在智能手机里面 我们希望它不是像过去的网站 那样子一个 那样的比较原始的体验 我们希望它以一种 更好的体验出现 所以我们定义出 小程序这样一个东西出来 那 我们本质上来说 我们更希望的是 在智能手机里面 用户可以 更快捷地获取到服务 但是它的体验 又比 网站要好很多很多 同时它的麻烦程度 又比它去下载一个 up要好很多很多 它不像下载一个up那么麻烦 那这个就是小程序的一个 本身的定位所在 那我知道其实 因为我们只是对 只是挥度了小程序的 开发的接口 我相信有 非常非常多的人会 很关注 小程序在微信里面 到底它会在哪里 它会怎么样被用户使用 以及 大家如果做小程序的话 应该是 往哪一个方向去做 那我 后面这一段时间 我会 列出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那 第一个问题是 大家可能会特别地关注 小程序的入口在哪里 其实如果对微信有所研究的话 应该可以猜想得到 小程序在微信里面是没有入口的 很多人看到 很多人看到 卫星 开始 勒测小程序 然后大家说 这是一个新的机会 我们应该第一波上去 去获得一些 流量上的 红利 但是那就非常遗憾 就是说 公众号在微信里面 其实也是没有入口的 一个用户 如果没有订阅过 任何一个公众号的话 他在微信里面是找不到 公众号这样一个入口 小程序也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去运行过 任何一个小程序的话 他在微信里面 也是找不到一个 小程序的入口的 这个跟我们对于 对于这个 就之前提到的一些 产品理念有点相关 在微信里面 我们一直在倡导一种 去中心化的结构 所以你到现在 你都看不到 不可能看到 在微信里面会有一个 比如说叫 叫订阅号的入口 然后里面 有一个分类 然后有排序 或者有推荐 这样的东西存在 那这一点从公众号的第一步 我们就坚持是这样子 事实上这个也 对于公众号这样一个平台 带来很大的好处 因为到微信里面 因为到微信里面 没有这样一个入口的时候 那所有的 提供公众号的服务的企业 他们会想办法去把自己的爱维码 铺到他们所能够铺的地方去 那就真正实现了说 公众号的入口 其实不是在微信里面 而是在爱维码里面 如果是 我们有一个基础的入口的话 那大家可能抢夺的 都是微信里面这样一个入口 如果我们有推荐的话 也不是一个好事情 我们推荐的就会变得 有更多人订阅 所以对于 大家关注小程序来说 可以想象一下 未来的小程序 用户是更多的是 从哪里去启动它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 小程序的启动 来自于扫爱维码 前不久跟一个 合作伙伴的公司 在聊这个话题 那他们希望 能够知道 小程序的一个发布时间 好做一些准备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 他们提出一个场景 我觉得特别的切合 他们说现在 汽车票 其实没有电子化 那所有人去 坐汽车的话 必须要去汽车站 然后现场去买一张票 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你要去排队 然后买票 然后再去坐车 那他们希望说 用小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只需要在每一个汽车站 立一个爱维码 那所有的汽车站的人 扫一下这个爱维码 就启动一个小程序 是购票的小程序 然后可以直接通过 小程序来买好票 这样就不用存在收票窗口 这样一个东西了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 特别贴合小程序 场景的一个想法 这样的想法会有很多很多 昨天跟我们的小程序 这一块的同事在聊 他们也说 有人做了一个小程序 说特别方便 是在公交站里面 等公交车的时候 想要知道下一班车 什么时候来 这个时候只要扫一下 公交站里面的一个爱维码 启动了这个公交车的 一个小程序 就可以立即看到 下一班车 什么时候来 那这都是一个 特别典型的一个 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场景 所以至少在前期 我们会更多地鼓励 小程序被以爱维码的形式 出现在每一个地方 就像公众号的早期一样 那第二个问题是 小程序会不会有一个 类似小程序商店 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去下载小程序 其实是不会有的 因为大家可以退理地出来 就是我们没有下载过程 所以不存在一个 应用商店去下载 这么一回事情 当然大家会说 那我想在里面去浏览 去找一些小程序 那查找是另外一回事情 搜索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我们并不会存在一个 存在一个小程序的一个商店 所以我们也并不会存在一个 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子 我们要做一个 up的分发中心这样的一个想法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这个想法 就像公众号也从来不会有一个 公众号的中心里面可以分门 别类地列出所有的公众号出来 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应该一个 没有一个中心入口 去中心化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们也不会做小程序的 分类排行推荐 关于推荐可能会 大家会有一些 一些自己的想法 大家可能会认为 那为什么不把 用户感兴趣的一些东西 推荐给他呢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 把这个想法用在公众号里面 我们为什么不去 给用户推荐一些 太感兴趣的号去给他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 做这样的推荐号这样的事情 将来也不会做 推荐小程序这样的事情 那这里面其实是 在微信里面 我们曾经考虑过对于 对于机器推荐和 一个人的社交推荐 这样的一个差异 大家看朋友圈 其实它是一个 类似社交推荐 就你每天会在朋友圈里面 看到很多的文章 这个文章其实你的朋友 起了一个推荐器的作用 使得你不用去依赖于 我们系统给你做一个推荐 说今天有的一些文章 值得你去看 如果我们系统来做 可能没有你的朋友们做得好 因为系统不会给你推荐一些 你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系统只会强化你 接触过的信息 并且不断地 去学习你的历史 往你的历史方面去 继续推荐 但是你的朋友可能在朋友圈里面说 某一部电影很好看 那你会因为你的朋友去看了这部电影 而去看这部电影 机器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机器只会采集你过去看过的电影 然后把你看过的电影的类型整理出来 认为你就喜欢看这一类的电影 但是你朋友推荐的电影可能是一个 你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电影形态 所以在微信里面更多的是 依赖一种社交推荐 在小程序这里也是一样的 你可能会使用千七百怪的小程序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你 已经使用了一款 比如说学英语的小程序 就反复地给你推荐学英语的小程序 好 谢谢 那这个话题也不在这里展开了 那第三个问题是 小程序有没有订阅的关系 我相信很多人会 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公众号 我们会输货到很多的订户 就是粉丝 并且大家会从粉丝数来判断 自己这个号的价值 但是小程序不会有这样一种订阅关系 所以 如果你作为一个小程序 你不能依赖于说 我的目的是要收获多少粉丝 没有粉丝 只有访问 只有访问量 因为粉丝并不意味着访问 并不是说 你有足够多的粉丝 你就有足够大的访问量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刚才的例子 在PC互联网时代 你访问一个网站 并不需要你成为这个网站的粉丝 并不需要你去订阅它 如果所有的网站 需要你去订阅了 才能去看它的信息的话 那网站可能早就已经死掉了 所以对于小程序来说 也是一样的 它只有一种访问的关系 而不是一种粉丝的一种关系 所以它跟公众号 从本质上来说 是截然不同的 小程序不是一种公众号 它是一种新的一种形态 那第四个问题是 小程序能不能推送消息 可能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 答案是不能 因为如果小程序能推送消息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访问的每一个网站 都会发一条消息给你 那你可能会崩溃掉 所以它是不能推送消息的 但是我们会提供 比较有限的一种 一种服务的触达能力 你在以前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你可能会留下自己的一个邮件地址 当你要的服务 有的时候 这个网站会给你发一个邮件 那小程序也类似的 当你在一个小程序里面 做了一项操作 你希望收到一个后续的通知的时候 那我们会提供这样一个通知的机制 使得你可以通过小程序给你的用户 去发送一条他所需要的通知 但这个通知不是说 谁来过我的小程序就能获得一条推送 而是说 这一个用户在小程序里面 主动地确认了 他需要获取一条后续的通知 所以它是一种很有限的通知的能力 那看起来我们对这种通知的能力 做得非常地 先制得非常严格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就像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你在一个网站里面 留一个email地址 然后你的邮箱就会 收到很多很多垃圾邮件 我们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在小程序里面再次发生 第五个问题是 小程序能不能够分享 当然有一个问题就不列出来了 小程序能不能分享到朋友 现在肯定不能 所以就不作为一个问题了 但是小程序可以分享到聊天里面 可以分享到群里面 其实分享到群里面和聊天里面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的 我记得我们内部在讨论这个功能的时候 就把一个小程序分享到一个群里面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的形态是非常简陋的 就是我把一个小程序发到一个群里面而已 那只是利用群来做了一个传播 所以说这个群里面的人 你们也去使用这个小程序吧 但是 其实小程序的分享 不仅仅是这样子 小程序的分享 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带来一种 新的协作的方式 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会做一个小程序 这个小程序是一个 是一个投票功能 最简单的 那么 当我把一个投票的一个小程序 发到群里的时候 意味着群里面的每一个人 可以立即启动这个小程序 并且用它的投票来做一项投票 并且每一个人可以看到群里面的其他人的投票 那么可以想象得到 对于一个群来说 它里面的一个小程序 其实是带有这个群的每一个人的登录状态的 大家访问的是 同一个小程序的一个任务 那基于这样一个群的任务 它是可以被群里面的所有人所共享的 当任何一个人更新 群里面这一个小程序的状态的时候 其他人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基于这个想法 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 可能会存在非常多的一些 协作式的一些小程序 我们还提出了一种 关于小程序业的概念 所谓小程序业是指 比如说一个 一个股票的一个小程序 可能我用这个小程序的时候 我打开的是 0700这样一个页面 在小程序里面 然后我要分享出去 其实我分享的只是 我当前所看的 0700的股票的这一页 然后把它分享到一个群里面去了 然后群里面的人看到的也是 0700这样一个股票的一个页面 那我们把它叫做小程序业 那这里我们希望的是 我分享到群里面的是一个活的数据 是当前我看的信息 而不是我分享一个程序过去了 我的意图并不是说 我要把一个程序分享到群里面 让大家去重新运行这个程序 我只是分享了一个活的信息过去 而且在未来我们更希望的是 但现在还没有做到 我们更希望的是 我分享到群里面的这一页的信息 它是活的 所谓是活的意思 当它出现在一个聊天里面的时候 你甚至不用点进去 你就能看到 这一个小程序的表现 它就是一个活的 比如说我分享一个 时钟的一个小程序 到一个群里面 那么群里面的每个人 看到这一个小程序 他不用点进去就看到 哦 已经有一个时钟 在那里运转 那暂时这个形态 还没有实现出来 但是我个人非常期待 那我相信对于这种 协作式的任务来说 对于小程序的分享 会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小程序对于协作来说 我们可以在里面构思出 非常多的需要群组去 一起完成的一些 完成任务的小程序 第六个小问题 小程序很多人会问 能不能做游戏 但我们现在并不能 第七个小问题是 小程序能不能收到 可能会有非常多人说 我们早一点做小程序 然后就可以 所以很好的利用这样一个 前期的流量 那可能也特别遗憾地要回答 我们更希望的是 小程序不是基于一种流量分发的一种方式 来获取用户 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更希望的是 小程序是通过一种用户触达的方式 当用户需要的时候 他触达到它 然后使用它 而不是不需要的时候 被推荐到它 然后它去使用 因为它并不需要的时候 你推荐给它 并不是它当时的需求所在 所以对于搜索的话 我们会让用户 能够搜到一个小程序 能搜到 毕竟有很多的服务还是线上的 并不存在一个线下的 爱维码这样一个场景 但是我们会 极力地限制这样一种搜索的能力 避免它被滥用了 所以我们会提供比较 比较有限的搜索能力 使得用户也能够 在微信里面 能够搜索得到 它需要的一个小程序 那第八个小问题是 小程序和公众号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 那刚才 其实大家已经明白了 小程序和公众号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它们是一种很独立的关系 但是因为 因为很多的公众号和小程序 它们可能是 可能是一个企业开发的 所以它们应该有某种关联 那目前我们提供的一种关联是 你在公众号里面 可以看到 这个公众号 同一个企业 还做了哪些小程序 或者你在一个小程序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 做这个小程序的企业 还做了哪些公众号 它们是可以互相跳 还有一个小问题是 既然小程序会有 会突出是线下的爱维码 那么小程序 微信里面会不会 对于 线下的店会有一些提示 那在目前这一阶段 其实 我们可能会很轻量地 让用户能够看到 在它附近 还有哪些小程序存在 我们说的附近的小程序存在是指 附近有哪一些 在提供服务的店 它们同时也有小程序 比如说在三公里以外 有一个斯多店 那么你可以看到 然后你立即打开它的小程序 然后跟它买一点什么东西 那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看一下 基本上 我列的大杠里面 好像内容基本上没有很大的遗漏 那对于小程序的阐述 基本上就到这里 沾用了大家非常多的时间 希望我能够讲得比较清楚吧 也非常感谢大家 可能大家还会关注一个问题是 小程序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用 其实我跟团队昨天晚上 才匆匆忙忙盯出了一个时间 大家能猜到这个时间吗 能猜到吗 1月4号 今天呢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看 我们最开始的一个 那个照片的话 应该可以猜到 对 那上面写的日期是1月9号 那我们希望1月9号 小程序可以被 所有的用户所使用 我们也希望1月9号开始 能够有更多的企业 把他们的服务 变成一种小程序的一种形态 可以提供给微信的所有用户来用 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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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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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